捞起肥美的巡龙鱼 这条将近6公斤的巡龙鱼 老板表示大概养了两年时间 这座位在双龙附络后山的 一溪岸香鱼场 是由当地族人金国斌所经营 过去是以养殖香鱼为主 因环境以及山泉水水植好 让香鱼品质大受民众青睐 近几年也开始养殖高山巡龙鱼 希望创造新市场 巡龙鱼它不像香鱼 如果香鱼它十分钟没有养殖就全倒 巡龙鱼它可以维持差不多六个小时 还不会倒 这里是巡龙鱼的哪个部分 这座来自原乡深山的养殖鱼场 不管是香鱼还是巡龙鱼 都是供不应求 而近年来也在鱼场研发新的鱼料理 让消费者有新的选择 也推广原乡之美 那个那时候是我们是养卖 没有想说要自己在料理 然后去年是开始想到说 我们要自己研发那个料理 也可以在订购之后上来 在这边这里风景也是很优美 气候凉爽 就是我们有名的双龙瀑布 鸡骰吊脚的上游一点点 对于在部落做养殖鱼业 老板金国斌表示 原乡地区在经营这一块确实比较少 养殖香鱼或是巡龙鱼 除了需要清澈的水源 也要有相当大的付出与耐心 而养殖经验已有二十多年的他 也非常愿意传授养殖经验 一起提升部落经济发展 如果有人养的话 就是我们年轻人到在原乡养的话 我会过去指导 因为我们会受到海风的影响 我们的水会走 我们要怎么去应付着水 那个我们都知道了 目前鱼场只剩下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批 约一千箱的鱼货 若有需要的民众务必把握时间选购 也不妨联络老板来到美丽的深山鱼场 除了放松身心体验部落风情 也能第一时间品尝美味的鱼料理 原是新王昆迪南投信义才能报道